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中国禁闻 和钟石油有着长期合作关系的上海汇生工程表示 中共当局的调查人员呢 带走了公司的账本并冻结了公司的部分银行账户 但是当局并没有告知取走账本和冻结账户的原因 在香港上市的汇生工程9月19号在港交所发表公告说 集团主席华帮松 财务部经理以及员工赵宏斌都在协助调查 曾经担任钟石油董事长的中共国资委主任蒋洁敏 因为涉嫌严重伪计被当局调查 而作为钟石油合同公司的汇生工程呢 也被卷入风波 公司的股票自9月2号起停牌至今 在中国大陆中共当局打击所谓网络谣言的行动是继续升级 并将这个打压的对象呢扩大到了未成年人 这引起了公众的愤怒 据中国大陆媒体的报道 甘肃厂张家川县16岁的初三学生杨某 因为发微博质疑本县的一名男子 非正常死亡案件有内情 9月17号被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 这个消息传出之后呢 在大陆的网络上引起了强烈的关注 事件还登上了19号的百度搜索热词排行榜 并被称为是转500次第一案 那么中共当局呢 把打压之手伸向初中生遭到网络舆论的一致谴责 很多人高喊放开孩子 也有人表示呢 中共政府连一个孩子都害怕 病入膏肓了 据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 中共当局最近在新疆的喀什地区 是大举抓捕维吾尔人 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已经有大约500人被捕 报道说呢 从今年的7月20号到上个星期 中共在当地进行打击非法入境 非法拘留 非法就业的所谓三非行动 海外维吾尔组织指称 行动中大约有500名维吾尔人 被以各种名义抓走 指控的罪名包括从事非法宗教 网上散播谣言 或者是涉嫌恐怖活动等等 有些人获释之后仍被监视居住 那么不少人呢 仍被关押 在打击所谓的三非期间 还有近百名的维族妇女 被指控穿着奇装异服 或从事非法宗教活动等 遭到当局经济上的惩罚 或是行政拘留 目前新疆的喀什地区局势仍然紧张 当局清查维吾尔人的行动还在继续 对互联网及手机通讯的监控呢 也在加强 另外据纽约时报9月19号的报道 中共军警上个月在新疆喀什地区 突击被当局称为是恐怖主义者设施的时候 打死了12名男子 打伤了20多人 那么观众朋友 接下来一起关注这一期的时事进门